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最近看到這樣一則消息要建大別墅 全紅禪爸爸曬新建樓房 三層小樓好氣派 網友有錢了 當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小編心裡除了是欣慰 心裡更多的是難受 提到全紅禪大家肯定不陌生 這樣一個孩子為國爭光 在東京奧運會一戰成名 為國家爭光 隨後一路披荊斬棘 全運會 柏林的跳水世界盃 這一路走來吃了多少的苦 付出了多少 在奪得冠軍兩年之後 才回家和父母團聚 今年全紅禪也16歲了 兩年的時間都在為國爭光 可很多網友卻都在關注全紅禪爸爸曬新建的樓房 父親曬自建大別墅 網友看來沒少賺錢 看到這三層的樓房 有網友決說是別墅 這裡小編先提一下全紅禪的父親全文貌 全文貌是莊家地老實的漢子 也沒有什麼文化 但建這棟房子可以說是掏出了所有的積蓄 從照片上面可以看到全家的房子是在老房子旁邊蓋的 大約三層 之前住的房子是全紅禪大伯家的 而全紅禪之前的房子是兩家小破屋 一家六口都擠在大伯院子旁邊的小破屋裡面 很多人疑惑全文貌拿來的錢蓋房子 在這裡給大家說下 全紅禪家的房子屬於宅基地 在村里申請就可以 只要村委會審批通過了就可以建房子 要知道宅基地是不花錢的 另外全文貌在全紅禪爆火後 自己家果園的水果也十分的暢銷 家裡的紅城也被諸多網友買空了 使得全紅禪家收入也有了提升 最主要的還是全紅禪的獎勵和工資 作為國家級運動員全紅禪 雖然年齡小 但是待遇還是不錯的 再加上東京奧運會 全運會全紅禪在柏林世界杯獲得的獎金 就足夠家裡房子的修建 還有全紅禪的哥哥也十分都努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兩年內蓋起這個房子 也是理所應當的 讓人欣慰的是全紅禪的一家 憑藉著自己的努力走向幸福 日子也是蒸蒸日上過得有模有樣 全家的紅城也是熟了一茶又一茶 憑藉著一家人的努力過上好日子值得讚揚 讓人心酸的很多網友都不了解全文貌 在全紅禪獲得東京奧運會冠軍後 就有企業給全紅禪家送車 送房 送現金 全文貌也就是全紅禪的父親都拒絕了 甚至有企業追著要給全紅禪家 在湛江市區送新樓 送20萬現金 可全文貌都拒絕了 那時候的全文貌說 大家給我的祝福我收下了 可是我不能消費自己女兒的榮譽 想開小麥不? 有企業直接送一間商鋪 家裡條件不好? 沒事 有人當面捐贈20萬現金 你以為只有這些嗎? 不 還有開發商直接贈送精裝住宅一套 只是當20萬現金 遞到全爸手中的時候 他擺了白手 你有信來 我就領了你的心意和鮮花 但錢我不能要 全紅禪靠著自己的努力 獲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冠軍 而全文貌也在兢兢业业的種植甘蔗 經營自家的小果園 全家的日子也越過越好 好